还有混双的亚军徐晨 北京队这一边呢是里根和张南 那么张南呢是2012年轮冲奥运会混双的冠军 在第一场已经结束的男子三打的比赛当中的杜鹏宇是两个21比14 战胜了北京的选手邱彦博 那么接下来呢这场男子双打的比赛一定会成为一场关键之战 现在尽端出现的就是里根了 这是中国一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的爱子 里根呢今年只有21岁身高是1米84 他是2012年汤杯亚洲区域选赛团体冠军成员 里根的特点呢是杀球比较舒分 但是相比起这个奥运冠军们来说呀 他在场上经验还是欠缺的 但是相信他会慢慢成长 里根呢昨天和张楠进行配对 是战胜了中国香港的一队世青赛的冠军 那么在第二场北京队和浙江队的比赛当中呢 里根是和刘雨晨进行配对 1比2输给了对手 这是里根本次全约会羽毛球男团的第三次冠军亮相 在预赛阶段的比赛呢 里根也和这个张楠啊进行配对过 当时呢也是也迎球了 好了现在这场男子双打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第一场男子单打的比赛当中 北京的杜鹏宇2比0的局分 击败了江苏的第一场的男单选手邱雁博 那里根呢和张楠的这队选手呢 除了参加这个男团的比赛 另外呢他们在这个单项的比赛当中 男双也是杀入到了决赛阶段 也是太俩配对 对 今天北京队的第二队男双刘雨晨和陈志斌 也是他们进行配对 也即将会打这个单项男双的比赛 相对来讲呢 还是两队比较固定的搭道 虽然他们在这个北京队啊 同时训练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国家队 在一块训练啊 比赛的时间会更多一些 另外一场的比赛当中 另外一场半决赛啊 福建和解放军的比赛当中 男子双打的比赛 就这场比赛第二场比赛也接近尾声了 福建队依然还是打比分的领先 那么他们距离拿下第二个盘分 已经非常接近 比赛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选择们最后再练一下发球 看来看是王征和 好那么在画面上方看着 黑黄色这个P系转裤的 就是北京队的李根 和张南 画面下方的就是江苏队的 蔡英和徐晨 北京队先拿下第一分 二比零了 一边来发球 往前 这又造成了江苏队回头的一个失误 头顶的杀球张南杀下了徐晨 三比零 投发了一个后场 徐晨的反应还是稍微慢了一点 这很好 在双打的比赛当中呢 前三板发接发的环节非常的关键 对 我们看今天小教李根的一上来 是连得了四分了 刚才也是通过一个偷发的后场 破坏了徐晨的重心和判断 看还是发球啊 这球可惜了 其实也是一个机会球 但是出手可能要的太狠 这球下瓦 对 这一拍呀 太想打死了 对 一比四 连续杀直线 倒成江苏队回头出界 五比一 你跟一上来 打的还是相当的聪明 杀掉结合 刚才的这个杀球呢 可能对手也没有想到 五比一 哦 漂亮 这个分球的落点 正好是看到了 对方的一个大空当 正好有江苏队两个人 站位出现了失误 这个空当抓得非常漂亮 可以说是一瞬即逝的一个空当 对 这显示处理正在场上 还是相当的冷静 这球徐晨得分了 嗯 前半场啊 参与徐晨的速度还是很快 还是沙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这是里根 打场比分是三比六 改军队还是领先三分 参与发球 好球 这就是张楠的特点啊 其实在这个混伤的比赛当中呢 一般的女选手啊都会控制往前 男选手呢控制在这个底线 但是张楠呢并不是一个传统的 在这个后场杀球的这样一个选手 嗯 他呢就会利用一些非常 精细啊 明智的这种分球 对 通过一些落点 能够限制对手的杀球进攻 所以张楠呢在场上应该说 也是一名同胞非常冷静的选手 嗯 那么他的一个丰富的经验呢 同样也能够影响到里根 让里根呢在场上也能够同样保持一个清醒的很好 双打这个项目选搭档非常重要 对 尤其是双打的比赛啊 不一定一杀球就能够赢下比赛 不一定一杀的多杀的好就能够得分 9比4了 北京队在这一局领先 要知道里根张楠面对的是蔡云和徐晨 北京队的张楠呢 是在石上海起校毕业之后呢 2005年入选了北京队 不一双下落的冠军 里根这个球呢 其实一直在他的掌控当中 首先是掉了一个斜线要落点 非常刁钻 完全控制住了对手的线路 徐晨在回球的时候出现了后场放球的质量稳定 给里根抓住 扣了一个直线 里根刚才这一拍反拍弹到了后场 应该是出界了 里根呢 虽然他的父亲是中国羽毛球队的总教练 但是他打羽毛球的时间呢 并不是很长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从小 五六岁就开始学习羽毛球 他小的时候呢 是打高尔夫 十二岁之后才开始练习羽毛球 十二岁开始打球 这个确实不算早了 但是现在依然打到了全运会这个级别 应该说运动天赋 还是有传承 下中路 这球已经完全被对手控得住了 真没办法 双打的比赛当中呢 就是通过想前三板发接发 尽量的不要起高球 因为一旦起高球呢 对手就有进攻的机会 尤其是男双的比赛啊 要是想能做到游手转攻啊 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因为男双的比赛啊 速度非常的快 有速度有力量 你跟下后场杀球 相反在前场封网 防得不错 分球 调球 看看能不能游手转攻 相反这几拍啊 处理的还是不够细致啊 被动当中挑一个半场的高球 那对手呢肯定 这个 毫不手软啊 十比十比分被扳平了 嗯 刚才对手是连杀了三板 也算是杀出了气势 现在要把对手这个气质 控制住了 所以今天的这场男团的半决赛啊 这场男双非常关键 好球 机会 好球 李登打得非常聪明 两个人打得都非常聪明 这一板的线路的选择 以及力量的调配 让江苏队这一队组合是完全没有办法 基本上呢 也是打出了北京队的一个 最强的一个战略啊 就是李登在后场下球 张南呢 在田场封网分球 不过新一局这个比赛的组分啊 并没有被拉开 对 这一局呢 应该说这两队组合 发挥的相当接近 北京队稍占一点上风 可能是赛前心理准备更加充分 实力真是在波动之间 画面上呢 我们也看到了北京羽毛球队 男队的教练萧辉 平时的一些这个世界大赛的时候呢 萧辉会来到我们北京队台 担任羽毛球项目 也就是为嘉宾 漂亮 连续的杀球都没有杀死 对 哎呀 连续杀了五六拍之后 被对手顽强的防起来 虽然没有形成全面的反击 但是导致 李登 反拍的这脚勾对脚呢 是出现了出镜 刚才在配合上呢 还是稍微显得有那么一角 不是很默契 好球 其成的这个回球啊太高了 给张南一个铺网的机会 北京队的教练田晋宁和萧辉 比根发球 取神接发 接发球滚网 幸运球 12比12 比根是交替上升 这场男子团体的半决赛呢 还在进行当中 这个一时半会儿应该是不会出什么结果啊 我们不妨抽一点点时间啊 分到跆拳道赛场那边 因为在男子80公斤以上级的决赛 已经是开始了 北京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观众朋友 呃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第十二届成功运动会 跆拳道 男子80公斤以上级的比赛 现在决赛已经打到了第三届 呃 刘孝波是穿蓝色护具的选手 而且呢 像泰云徐晨啊 在这个世界大赛当中呢 都有非常出色的战绩 还有陈金 所以呢 今天的这场第二场比赛啊 男生的这场比赛会非常重要 如果北京队2比0领先的话呢 接下来可能我们还是看到一些希望 如果这场比赛要输了的话 今天比赛会非常难打 因为呃 北京队呢 排在第三单的黄国星啊 就说实话 之前我们去北京羽毛球队采访的时候 都很少见到这位选手 呃 非常的年轻 那么其实呢 之前呢 北京的三单是乔宾 但是在呃 全院会这个团体预赛阶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呢 北京羽毛球队是来到了安徽的淮北啊 进行了大概两周时间的集训 在集训期间呢 乔宾是受伤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呃 呃全院会的羽毛球男团的比赛 并没有见到乔宾上场 所以非常遗憾啊 嗯 所以好在这个黄国星啊 之前我们虽然并没有 呃 听说他取得过什么样的成绩 但是 第一场 这个决赛阶段第一场和广东队的比赛 就打到了第五场 嗯 黄国星呢 就必须以第三单打的身份 登场亮相 呃 本节全院会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出生的路不怕虎的呃小将啊 第一场的第一局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太阳徐晨 这21比16呃 战胜了北京的江南里甄 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啊啊江南里甄是连续周分 其实呢 在16屏之前 呃 两队选手呢 还是实力还是在伯仲之间的 嗯 这是北京羽毛球队男队的教练萧辉 加油加油加油 那么之前呢 我也是问到了这个萧辉啊 北京羽毛球队呃 呃 男团的比赛 在全院会的历史上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他告诉我呢 是在上一次的全院会当中 呃 获得了团体的第九名 这已经是在全院会的历史上 男团获得的最佳战绩了 那这一次呢 呃 北京羽毛球队男团是杀进了半截赛 所以说已经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好 下面我们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刚才呢 刚才呢 这一分里根应该是在判断上还是有一些犹豫 判断出现了失误 看人继续发球 哎呀 之前的杀球啊 这个拍子的拍面呢 压得过低 上来也出现了失误 打发球 二 一 好球 已经刚才面对新议会的时候呢 并没有直接采取杀球 而是吊了一板两个人的中路 哎 我们看徐晨 应该刚才在防守的时候 这个左脚的踝关节 我们再来看一下 啊 两个人的拍子碰上了 拍子打在了一块 因为毕竟两个人在国家队的时候呢 是不是原配 刚才的这一拍呢 蔡云应该也是很发力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继续看起来表情还是挺痛苦的 赌一口 转战的调整之后 继续比赛 三比二张男 李登 李登一分 蔡云在往前的意识还是相当的俗色 北京队的李登发球 徐晨揭发 发球出现了失误 内球发短 在关键时刻也是需要张男李登 咬住对手 比赛确实是非常困难 按实力呢 对手的实力是占优的 好 蔡云和徐晨的经验还是相当的丰富 成功化解了危机 而且呢 右手转弓拿下一分 徐晨在往前的判断力相当的精确 北京队要减少失误啊 现在场上比分是6比4 蔡云徐晨是领先 现在您看到的时候 看到的是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 第12届成功运动会 米毛球团体男子半决赛 北京队对着江苏队的比赛 现在是第二场男子双打 齐全的跳球出界 蔡云今年已经是33岁了 伦敦奥运会的男双冠军 四届世锦赛的男双冠军投资 蔡云和徐晨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呢 也是加快了出拍的速度 完全不给张南里根 有手反攻的机会 33岁的一员老将啊 还是在米毛球的赛场上啊 继续坚持 这种精神呢 的确是让我们非常的敬佩 三个人 好球 现在的蔡云徐晨是完全打开了 完全进入到自己的状态 感觉也是闲停进步 9比5 4分落后 好球 坐在场边的田津明知道 也是给自己的弟子鼓掌加油 6比9还有3分 比分落后呢 在场上的选手们需要一些鼓励 出发后场 好球 这个是从发球之后为自己建立了优势 对方起高球 张达和里根在下一分 加油 加油 提前在后场杀球正好杀到两个人的中路 这个也是在这个双打的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进攻的线路 徐晨在大力杀球的过程当中呢 落点控制的还是很准 先续个打蔡云一边 徐晨后场杀球 这个反拍的要求 还是要求选手在这个很高的专注度 很好的体力下 才能够完成的这个高质量的回球 有的时候的反拍的这个要落点 更是一种感觉 其实在这个比较被动的情况下 其实双打的比赛当中 其实很少出现这样的一个机制动作 他们也很难不单打 我们看到了 可能是 一个战军 局分呢还是1-0 参与徐晨领先 蔡云和徐晨在第二局是率先进入到了11分 目前领先张男李根4分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局限休息过后 张男李根啊 这个时候呢 要加快他们得分的速度了 张男的失误 如果送了多球一分 12比7 好球 这是李根的后场头顶的杀球 8比12 张男和李根啊 也在一点一点的苦苦的追赶着比赛 这个放后场的发球被对手判断到了 直接一个杀对角线 对 因为之前呢 李根在发球的时候呢 曾经发过时前的一个后场 时前曾经吃过 所以对这个后场的发球还是有些准备 后场的杀球的质量是打掉的落点的刁钻程度上 应该说蔡云徐晨从第二局开始充分的都发挥出来了 看得出来这对组合实力确实是相当强劲 不久合设する 走 让我转 当时动 sal 去 新城的一个倒地旧球 在后场 李根刚才面对祝伯者并没有杀 对 李根可能也是连续杀球体能出现有点问题 这一个来回球虽然得分了 但是里根在后面杀球杀得很辛苦 你看 好像腰部肌肉可能出点问题 刚才连续杀了六板球 最后有点杀不动了 可能是背部肌肉拉伤了 这很麻烦 北京队的总教练前进 你也在询问里根的情况怎么样 对 今天在这个场上 我们还是看到里根 还是更多的在后场杀球 张楠主要是负责一些往前 连续的这几拍杀 都是发力 再来一拍 这一下打不动了 其实这之前它已经有点拉伤了 最后的这一拍是有点收力 看得出来应该是很疼的样子 希望问题不太大 如果真是拉伤的话 恐怕是很难坚持完比赛 不光是现在的团体比赛 后面里根和张楠还要配对打男子双打的单向 对 这一下的拉伤 不知道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在这场男团最重要的一场男双的比赛当中 还是希望里根能够继续坚持 但是要看他的伤病究竟对他影响有多大 对 里根应该还是很痛苦 但比赛肯定还得坚持打 在另外一场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呢 福建队第二场的男子双打也已经顺利拿下 第三场有田后威和赵俊鹏来对对男子双打 田后威已经拿下了第一局比赛了 所以说今天呢 解放军队把林丹的排在第三单 真的确实是很难等到林丹登场了 对 这是赛前我们预料的这样 不过解放军队这样的一个排兵附阵 肯定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好我们来继续欣赏北京和江苏的这场羽毛球男团的半决赛 李根呢经过短暂的巨蓝和飞起 最后重新回到了比赛场上 现在呢第二局的比分 张南和李根比分落后 嗯 哦 漂亮 这一下反拍 反拍的回球直接得分 现在十比十四 林丹还落后四分 嗯 又偷发一个后场 嗯 而且又偷到了 但是感觉李根还是看起来挺不舒服的 对 因为刚才李根连得了这个两分呢 并没有做一些大幅度的这种杀球的动作 以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李根在杀球的时候会不会影响 其实你看啊 嗯 太云局晨其实还是 嗯 用北京话讲挺局气啊 但李根受伤之后呢 这球基本都没有打到李根的点上 他用的回球下往 李根这一次的男团的比赛当中呢 第二场啊 对阵浙江的时候 是第二双和刘宇晨进行配队 输了一场球 之后呢和中国香港的比赛和张南进行配队 赢了对手 那这是他的这三场比赛 李根现在已经从刚才这个动作看已经特别没法杀球了 现在这个比赛真的很难打 但是李根从他这个推荐的动作上看 就是还是渴望着一场比赛的胜利 对 他现在也在努力的 只要节省一下自己的体力 只要这个非常地图围团团 这个勉强啊 维持 还是比赛 对 确实能感觉 稍微做一个动作幅度大一点的回球 就立刻用手的五侠后背 漂亮 放把球 现在要想让李根啊 像一上场那样全力以赴啊 应该是不可能了 有的时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这场比赛你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但是遇到了这种意外的受伤 这些难以为继 这球呢其实起源就是李根在后场起跳杀球已经做不出来了 对 两个人基本上是属于这种平行防守式的站位 之前的比赛当中呢 像这种情况李根的一般都会在后场 下球进攻 当男的负责往前 这样的一个站位呢 应该对李根的伤呢有一些弥补 又偷了一个后场 好的 今天确实是徐平在里根的偷扣场的发球上吃了一些亏 三分了啊 同样的手段拿了三分 还有两分的差距 李根的速度就跟不上了 我说九 十六 所以伤病呢是运动员最大的敌人啊 这场比赛如果输了的话呢 一部分是在场上的经验啊 发挥不如别人 还有一方面就是李根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伤病 向自己的伤病敌头 李根在后场现在威力完全发挥不出来 在他的回球现在要只能打上百分之三十的折扣 盘点 嗯 盘点出现了 李根发球 往前接发 我经对了机会 对方还是瞧起来 要往前 中路 放往 质量很高 李根又一次杀下两人中路 李根这把杀得非常勉强 好在北京队是得分了 挽救了一个盘点 十七比二十 对方拿到了盘点 北京队也只落后三分 很难了 这个球杀球命中 最终呢 二十一比十七是这一局的比分 蔡云徐晨这样在男子双打的这一场的比赛当中呢 以二比零的局分拿下 双方的总比分回到了一比一的平局 这是江苏队对阵北京队的男子团体的半决赛 两局的比分二十一比十六 二十一比十七 对吗 嗯 嗯